我希望所有不开心的女人都能够刷到这条视频 一生精彩的女人 如果你觉得过去吃了太多的苦 请一定要明白以下七个道理 别怪顾老师没提醒你 这条视频非常扎心 建议你耐心看完 可能比读一百本书都有效 第一 女人到中年一定要扔掉这三样东西 过了时的衣服 找新眼的闺蜜和不爱你的男人 你的时间很宝贵 你要用来多提升你自己 而不是浪费在这些烂人烂事上 爱别人的前提是先学会爱自己 因为在爱别人的时候 如果对自己都不好 别人也不会对你好的 更不会珍惜你 第二 女人可以不成功 但绝不可以不成长 没有人会一直保护你 不管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人可以依靠 你都要学会去独立 因为变故在来临时 可不会给你提前打招呼 第三 练沉稳 提升自己的屏蔽能力 记住 任何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 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你控制不了的事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顺其自然 别焦虑以后的事 快了一秒是一秒 第四 喜欢的东西 要自己努力去买 不要指望别人送 因为每一件礼物 在送出去的时候 都已经暗字底标好了价格 你在收下钱 要先掂量一下自己 能不能够承受的其他的代价 第五 眼泪从来不是答案 作为一个女人 你只有努力拼搏 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第六 嘴是你一生的风水 脸是你终生的名片 会说话的人 往往一开口 就能让人赞不绝口 因为他们都懂得夸赞别人 认可他人的付出 所以很受欢迎 最后一个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经营好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自己 真正强大起来 别人才会永远离不开你 所以我们要努力提升自己 多向成功的人学习 因为失败各有各的理由 而成功却大致雷同 争气不如争气 翻脸不如翻身 与其和没必要的人置气 倒不如用心去经营好自己的事业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自己赚来的钱 才不会背叛你 那为了让我们走的路 更顺畅一些 你干嘛不锁短自己的路程呢 像已经走过的人 去借鉴经验呢 所以多去和身边认知高为的人 待在一起 结识大脑 学会向上社交 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方式 就是与优秀的人同行 财富是认知的变现 而不是对努力的补偿 身边有贵人 脑海里有高为认知 你就会发现 赚钱如水到渠成 生活也很顺利 我也是这样成功的 我就是这样 在接触定位和特拉特之前 我的收入虽然很高了 但我的工作本质是一个销售 靠提成赚的很多 但这种赚钱是不可持续的 特老师曾说过一句话 走进定位 你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 对于未来来讲都是零花钱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项目 是杭州的一个包子铺 叫甘骑石 我尝试用定位思维 去打造这个包子铺 果然一年让我赚了六千万 原来这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世界 因为定位 我看到了赚钱的新方式 所以我果断拜特劳特为师 跟随他学习定位思维 二十几年下来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都风调雨顺 让我赚到了很多钱 这都是因为 我跟随了优秀的人学习 所以才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也把它分享给你 点击左下角365 是我录制的视频课 我把二十年来沉淀总结的经验 还有定位思维最基本 最精髓的概念 都在里面讲解清楚了 如何获得高认知 拥有一个完整的商业底层思维 让你赚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桶金 还有为各大企业 做战略的实践案例 还有人生定位 教你如何高情商和贵人沟通 让别人见面三秒就喜欢上你 获得贵人相助 赚钱这件事 一旦你打通心智 会比你想象的要容易的多 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野心的时候 你就应该走出来拼命学 我很喜欢一句话 走得越远 见识越多 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 你真的在意同时又在意你的人 其实就那么几个 人的一生能遇见几个真心相待的人 那就足够了 这茫茫星球 人生人海 我们能遇见 能相识 可以看作是命运 真的要好好珍惜 只要你敢想 只要你敢做 只要你能知行合一 定位一定会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路是走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想永远都是问题 做才有答案 所以请你务必努力 让自己发光 好运都在来的路上 所以来点击下方链接 跟我一起学习定位思维 用一顿火锅的钱 换一个有未来的人生 练习定位思维